公車漸漸放慢速度 後車卻突然追撞上來 撞擊力道超大 就連駕駛座旁的小鐵門都被撞開 置物架上的行李也被位移 司機嚇了好大一跳 趕緊下車查看 但讓人傻眼的是 原來追撞公車的 是自家公司的另一輛公車 人員沒有受傷 司機有稍微被玻璃噴到 雖然沒有釀成更大意外 但仔細看 車尾被撞得好慘 不只後保險桿 被撞到變形 還有多處車殼板筋破裂 另一輛公車 則是前擋風玻璃碎裂 好像一張大型蜘蛛網一樣 車頭同樣也凹陷下去 看起來撞擊力道不小 原來這是台南俯全客運的公車 日前司機開車在路上 沒想到卻被後方的同事追撞 當時疑似是後車駕駛 沒注意到前方車輛已經煞車 一時黃身才會不小心撞上 雖然客運公司 緊急加派其他公車接駁 受損的車輛也立刻回廠維修 但好端端的開在路上 卻被自家人撞到 實在好無奈